大家好,这是西安市的西仓大集 西仓位于西安市的撒金桥的边上 每周日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集市 特别热闹,两边全是卖瓜果蔬菜的 现在是中午的12点,仍依然很多 小口小猫的 这只多钱? 那个,就这个大的 50 白侧6毛,茄子2块 西仓早市上有好多花鸟鱼虫 这是蜂蜜 人特别多,人杀人 粽子五元三个 这还有蜂雀 人几张?太多人了 这都是西安特闪 人口油茶,牛骨碎油茶 这咋样能够出来? 其实是个小的 这就剩这几个了吗? 我刚回来十个,真的大 我咋觉得有的那个,那个,就是这个,这个吃饱吗?还啥可,可,可精英,这个厚吗? 这个不绿吗? 这还不绿 我感觉不绿 你看这个绿 皮蛋十元一盘 鸭蛋松花蛋十元十五枚 我刚才问了一下 这边的话是周四和周日都有早逝 本身的撒军桥这个地方也热闹 整个西苍早逝的可以绕着这边转一圈 全是 这边是衣服 还有酒 到处是铺子 衣服 都是些老人 年轻人比较少 年轻人的话都在撒军桥那边 吃饭 黄丹 窝碗 瓢盆 这都是比较街机器的早逝 各种包 黑枸杞十五块 宁夏枸杞十块 皮蛋十块 花镜五块钱一盘 插锅绳器五块钱四个 把筒便五块 宁夏豆豉 昨天蝎还得下雪 茶叶 茶叶 饭啥的都有 都有 我打算沿着这条街道一直往前走 绕个圈 瓜瓜子花生 桂圆 各种炒货 绿豆 五块钱三个的粽子 在里面加点蜂蜜特别好吃 太香了吗 我给多炒点 白花蜜 喝这好远 好远 咱这都卖多少年了 都为了 出太阳了 这个早逝的话也属于西安的闹市 抓紧时间逛一圈 如果我的话回去睡一觉 五香花生 山楂 半斤七元 葡萄干 二斤十五 这个价格标的轻啊 红柠豆七块 花姜豆六块 大花生米八元 青山药十元 小花生 两斤十三 再包多少 九块钱 九块啊 没包一斤 一斤是吧 九块 这边有好多旧货 可以淘一下 相机 摄像机 GVD 还有WiFi 好多WiFi 都是些旧货 还有一些 别的 可以再淘一下 摄像机啥都有 收音机 还有过去那种 好多插板 你们可能 好多人那么见过 非常小的 周围地的话也 很老了 单身 这还有人看这个吗 发展太快了 可能几年时间 就淘汰了吧 这啥都卖吗 这 这不是自信车上的吗 你是不是就在哪里走 你是不是就在那里走 这不是这吗 这不是这吗 麦克风 这贵 这贵的 这是新款的吗 代花家那样 这是过去的好多那种 插头 已经可能也要配的 到这个旧货室还能陪到一些老物件 这是过去的三步关 好早了都可以淘一些老物件 看有些我比较喜欢的 淘一个 这都是相机 还有一些手表 这都是索尼最早的那些相机 这都是过去的一些小说 我们小时候都看过这个 这个早市的话啥都卖 丢货、衣服、花鸟、鱼童 人越来越多 这都是最早的红组 算盘 贝壳 DVD 收音机 还有闹钟 这可以淘好多东西 我喜欢 这还有游戏机手柄 对讲机 出音机 望远镜 这些都是剑池 这都是过去给剑池重建的 各种过去的老表 这应该是西安最有意思的一个早市吧 感觉挺好的 啥都能碰见 看见 这是皮带上面的最老的手店 原规 老原规 我们那时候用的 汤子上了级 现在卖了个胡桃 这跑去 过去最早的剪刀 这啥都能看到 这个市场 最早的粮票 这都是皮带 18块钱一条 各种鸽子 这个手表40块 上海的 都是上海拍的 100块钱 还有劳力士 30 跑一个有意思的 玩一下 看起来没啥意思 过去的电话 剪刀 好多葫芦 大小不一 这葫芦有多大 各种猪子 小霸王都有 最早能见识 小手机 这个是自行车 山楂 这咋没 15辆 15辆 这咋咋咋没 16个 那哪里 这都去多少钱 走在 到撒金桥了 狼火就是柴火 打干火柴 过去的走街穿巷都卖这种 西安独家 西安市啥都有 就一个卖洋火 这没啥用啊 卖出微车箱 卖出 到撒金桥了 转完了 就在撒金桥边上吧 紧挨着 点通着 周日的花生确实多 里面挤着走动一个地方 这边是瓜果蔬菜的 苹果橘子啥都有 石榴 葡萄 这些都是一些棚井 还有花 好了 西苍早逝的逛完了 我是没走完 里面太大了 简单看了一下 卖啥的反正都有 这应该是西安市最全的一个市场了 羊杂汤水棚 随便吃点啥吧 我也不饿感觉 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是撒金桥的话都是年轻人 集市场一般都是老年人比较多 好了 各位 就先到了西安闹市中最有意思的一个集市 西苍大集 特别好 吃的 喝的 老旧物件 穿的 啥都有 咱们下个视频讲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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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